口氣中滿滿的無奈 原住民自媒體工作者 ウマフ接獲台北城市科技大學的演講邀請 結果就在活動前一天 深夜收到訊息 說講座取消了 實在相當的錯愕 他指控台北城市科大原資中心 5月跟他約演講時間 溝通的過程是以社群軟體傳訊息 而不是透過正式的email或是信件 儘管如此 他還是安排空檔答應演講 但是最後校方竟然臨時 以學生報名人數不足為理由 單方面的取消講座 再過了三個月後 原資中心竟然還敢來邀約 ウマフ強調專員接洽的方式 令他不舒服 他還寫信反應 卻始終沒有得到回覆 不過城市科大發出聲明來道歉 說因為同仁的疏忽 造成演講者的不變跟不舒服 再次向演講者致上誠摯的歉意 校方未來會加強訓練 只是這事情都已經發生 對演講者的不尊重 恐怕不是簡單發個聲明就能解決 TVBS新聞 林玉成 蔡新雲 黃凱進 台北倡報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